100块以内的耳机可以有这样的延迟率 在它的音质我真的是不敢相信 哇 可以 哈喽大家好我是杰哥 相信大家都有面对到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选择自己的心仪蓝牙耳机 其实市面上很多嘛 各个品牌都有出各个品牌的耳机 但是呢 你要性价比高 音强不错 Bass感很强 延迟率很低的话呢 还真没有几例 而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呢 各方面配置呢 拥有顶尖的旗舰型风范 但是只要你一张 Purper color 的Node 哈哈 它是什么耳机呢 Before that 我们先了解一下 其实耳机有分几个grade的 从最low end middle end 还有最high end 这几个呢 最大的差别就是 钱的差别而已哦 从几百块到几千块都有的 可能说 它的Bass感 强不强 音量大不大声 这种时候就要看它的耳机 搭载的Dynamic Driver 够不够大力 越大力呢增量越大咯 然后Bass感好过好 就看它有没有Equalizer 有没有的Apps去调整啊 如果是你要低延迟 你要拿来玩游戏 打准要零延迟那种 Sorry 目前蓝牙耳机没有零延迟 只有有线耳机 但是你要用蓝牙耳机的话 一些蓝牙耳机 还是有支持 Low Latency 也就是蓝牙变码 ADTX LL 或者是LDAC 但是这两个蓝牙变码呢 还要看那个手机支不支持 再来呢 你的耳机的价格 就会去到 四五百块钱 会比较贵啦 有一个解决的方法 就是 你要看那个蓝牙耳机 有没有针对游戏进行BOOSTING 可能说在它的延迟率呢 会大幅度降低 一些Action Shooting Game 或者是其他的游戏等等 还要看长时间佩戴的时候 舒不舒适 它的续航能力也要非常给力 这种蓝牙耳机才值得入手嘛 所以今天呢 带给你的这个蓝牙耳机 CP值非常高 它的各方面配置呢 算是相当不错 你不要跟我讲蓝牙变码啦 有没有LDAC 有没有FTS LL 没有 但Shit 它有针对游戏进一步优化 所以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呢 它的延迟率会比一般的蓝牙耳机呢 来得更低 而且这个品牌呀 不行了 其实在Lazada & Shopee 卖很久了 而且呢 我爆的那种啊 你看它的comment 两三千个都是5 star comment 一律好评 假如你看到一些商品 一两个好评的话 可能是卖家自己刷出来的 如果是两三千条的话 那你刷给我看一下 因为如果你自己买给自己的话 如果是在同一个area 同一个IP address 多少你买不到的 Shopee & Lazada 那边 会直接reject掉你的pation 你不给你出 因为就是怕有这样的状况 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你就会知道 这个也是做过这样的事情 光是看它这几千条的comment 它的可信度可说是 无庸置疑啦 应该是当中最强的 而且售价只才99 这样99能带来什么东西 所以今天呢 就会来带你探索有关 Trenya T10B 第三代 首先主打Ultra Low Latency 5连级能够激活隐藏技能 连续点击5次右耳机 能够激活Game Boost 左边则是Base On 通过Yearbox Delay Test 原本上摆高延迟 激活Game Boost 直接低至65ms左右 Base On 则是解放重低音 音质瞬间上好几个档次 如果是去到iPhone的话 没有这一项APP可以测试 但是我们通过Physical的方式 通过我的Wireless Go Mic 直接收音 它的延迟率呢 真的是大幅度提升 大幅度相机才对 如果你是用iPhone的话 这颗蓝牙耳机呢 真的是相当可以 接下来第二主打的 也就是超高清语音通话 Trenya T10V 它是搭载了四颗麦 分别是两颗两颗左右边 让你在玩游戏的时候 跟你对友交流 更加得心 应手 假如你要用它来做 Zoom Meeting Go Go Meet 长时间煲汤的话 这颗耳机的确非常不错 为什么长时间煲汤不错呢 接下来就是第三主打 续航能力 在它的官方数据测试出来 一次充电连续听音乐 无间断能维持8小时 看这个官方数据 我就感觉 8小时 刚刚这样夸张没有 后来就通过Timeslab 连续播放音乐 无间断 虽然没有测试到8个小时 可是5个小时的话 它的电量呢 还有4-50% 真的是一牛逼 算是非常给力的 如果你搭配它的充电盒使用的话 再度添加32小时的续航体验 第四主打超一流的音质 是因为它这一次搭载了12mm graphic driver 而且在声音方面呢 是没有那种吵杂声 Number 5 超简易连接 只要第一次配对了过后呢 你拿出来 它就是直接connect的 你不用担心也不用麻烦 没有电放进去 有电了过后拿出来 接上去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做多余的动作 Number 6 超轻巧的设计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电磁盒的外观 整粒呢 就好像鹅卵石这样 而且是采用一个磨砂的质感 不容易不沾指纹 手感还非常好 打开之后呢 也就是耳机的长生之处 这两个耳机的上方呢 就印着Trenya的独家Logo 整个看去就好像CATTERN AMERICA的盾牌 采用一个软塞式设计 有些喜欢硬头 有些喜欢软头 软头的好处就是它的音质呢 会比较饱满 比较激 如果是那种悬挂式的呢 它的音质就没有这样饱和 因为有一些缝隙 跑掉了 所以那个音质就会大打折客 所以这个就根据你的需求去购买了 由于它主打就是轻便装嘛 所以戴起来的时候呢 是非常的无感 而且你这样放进去呢 只要稍微旋转一下 就可以Lock在你的耳朵 好像螺丝这样转一下 它就紧了 如果是你觉得太紧 好像没有这样舒服 你就转松它咯 再来它还有支持的 IPX7 防尘防水还防汗 如果是你带着它运动的话呢 好像做军 举重 那些的话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要带着它跑步的话呢 如果你要带着跑步运动的话呢 其实它的 holding啊 是没有这样强啦 只适合在室内或办公室 静态的使用下 是OK的 最后一项就是 触控式操作 Trenya T10B呢 它是没有任何的实体按键 所以是通过手指触控在它logo的地方呢 来进行开关机 或者是play or post music 还是说切换音乐 它的演算法呢 我觉得可以哦 因为它要触控超过1.5秒的时间呢 才会激活动作哦 可能说你要暂停音乐的时候 你就常按1.5秒这样 它才会暂停 如果是你不小心动到的话呢 它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 这个就非常好 因为之前有带过一些 也是触控式蓝牙耳机的话呢 那种一点它就马上拨 一点就马上停 就比较麻烦 so 这一项功能呢 就能避免这一类型的误触问题了 so 我们来做个总结 这一颗Trenya T10B呢 在大马的落地价为 99块钱 在Lazada or Shopee呢 都可以找到它的踪影啦 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啊 你可以去我视频下方的链接 传送门就在那边 一点就能去到啦 而且通过它的官方购买的话呢 还能享有15个月的保修期 顺便我要非常感谢Trenya 赞助这一期视频 我这里就有三副要送给我们的观众们 要如何得到这个蓝牙耳机呢 非常简单 你只要去到Facebook 正想这一期视频 请在Deadman 两位朋友 就有机会参加这一次的抽奖 我到 在视频发布的两个星期后呢 将会公布得奖幸运儿 so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出去那个有报分的 所得Mr.Jaeger 我们下期再见